A级长安会1比3不敌北京微博 这下三组是彻底乱了 备受期待的新人打野中意被暖阳暴打 乔西也摆脱了玩具社的印象 反倒是一安的发挥相对稳定 手机比赛就出现了个小插曲 A级一开始空扳了 比赛在微博选出马可波罗之后戛然而止 但等到重开之后 A级又在第二轮扳掉了马可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不过微博没选到马可反倒是好事 乔西拿出公孙里打出了不错的效果 中期这波找机会单杀黄中 也让刺痛非常惊讶 这局中意的赵怀珍打得有点着急 本来A级大优势完全能慢慢拿下比赛 但因为赵怀珍的一波上头 亲手葬送了好局 第二局A级不到10分钟就平推了微博 但第三局微博就还了一局闪电战 暖阳的裴心虎更是打出了13-0的夸张数据 前期A级的思路就有问题 公本竟然去反老虎的野区 结果被老夫子留住之后 微博直接打出零换三 可以说是天狐开局了 裴心虎是个典型的顺风英雄 中期暖阳也是大杀四方 根本就限制不住了 不过这局比赛的导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暖阳13-0的数据竟然不给MVP 某压四痛在解说时也绷不住了 怒喷了一波导播 你有病吧导播 老子老虎杀13个你不给老虎 啊什么东西啊 不是我真骂人了 不管这一把谁玩得怎么样 我老虎杀13个数对局就得给老虎 最后一局中意的失误依然很多 前期夏侯敦出现了一波上头操作 想要月塔收残血反倒是自己被击杀了 中期开龙时还被没有逞绩的夏洛特抢了龙 自己也送出了性命 也算是掉了一波大节奏 整体看下来微博的状态明显灰暖 看来输给VG也让他们痛定思痛了 至于AG虽然第一场凌风涛博让大家眼前一亮 但这场比赛还是暴露了不少问题 中意还没有展现出大家期待的水准 猫神并没有把老干爹的思路完全融入AG 激光的射手相对平庸 反倒是一安成了队伍的大腿 下一场面对VG对于AG来说非常关键 调整的时间不多就看临场发挥了